你很少見到一個香港的劇本有這種社會的題材 同時其實它是一套我會形容為一套順愛的電影 這套電影想帶出來的訊息 就是你怎樣去有愛人和接收愛的能力 那首先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自己愛自己的能力 說不一定要說的 那你選擇得和別人一起,最後要隱瞞呢 我有病的,從來都不敢想愛情 直至遇到它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一樣的 對愛情當然有幻想 只不過我們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敏感更加強烈 我的崩潰 就在我家裡 然後我的情緒非常結實底利的一場 那首先那一場的難度就是 因為它是一鏡到底 NG穿了很多次,NG穿了20次 去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你精神上和體力上都已經消耗了 在拍攝那一場之前 導演就跟我說了一個小故事 那個故事是一個很殘忍 很悲傷的故事 反而那種痛是你很憎恨自己 你很生氣自己 很恨自己 那種痛是更加入骨 所以我覺得導演他 告訴我這個小故事 其實是很幫助到我那一場的情緒 有時候你會發覺 不只是我進入那個角色 反而是那個角色 在說一些說話給我聽 李智諾其實他在最後好像崩潰 然後他不是很相信 他已經不相信別人會愛他 其實他這種不相信別人會愛他 因為他自己不愛他自己 而當一個人他不愛他自己的時候 身邊的人怎樣愛他他都不會相信 那這件事其實都跟我有點關係 我都發覺我自己有時候 原來都有這種想法 讀演藝學院的時候 其實我是 我不是很接納自己的外在的 真的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會憑你的外在 去判斷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無論當時我做多少戲 很多時候人家去到後台找我 都是說阿謙 你很英俊 但對我來說其實我是很不開心的 因為好像不斷在否定我的努力 但是似乎我覺得我跟他 都是需要一路以來學習的 就是其實要接受自己 即不論是外形上 甚至乎有的優勢 其實都原來是可以不接受的 以至到你會去對抗那件事 之前我year one year two的時候 我演戲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好像流浮於一個 所謂美女角色 好像只能夠展現出很熟女 很美女的這種狀態 那她是去到我year three的時候 有一次有機會去演出一個喜劇 我是要演一個中國大媽 而是一個補法戶 而是一個很控制、很強 要管著兒子 然後肢體、聲線、表情 都是比較外放、浮誇的 整個表演完了之後 甚至乎有同學跟導演說 咦?為何我見不到Cecelia 她不是有份做的嗎? 那就是這個表演開始 令到自己有一種滿足感 是其實原來我能夠 做一些跟自己很不同的事的時候 是可以有一個被刊見的 我都會有一段時間是覺得 究竟我是否喜歡這個角色 是否混亂了還是怎樣 所以我們分得很清 在未完成這套戲的時候 我們都保持距離 我想我們都幾多溝通 然後拍完戲 其實都繼續溝通 才去搞清楚 其實不是關於演戲的事 只不過是透過演戲 很深入地了解大家 是 最後就覺得 其實大家真的很合適 對不起在一起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所有都不合適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都幾不買這些類型 對我來說 她在我心目中 永遠都是一個 很真實的人 很善良的小女孩 蔡志文對我來說 那些甚麼女神 其實我不知道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很不真實 很多時候都說 她是那些 慢活 文藝少女 但她也有很快的一面 她有時是很快的 她想事想得很快 這一面是 未必有很多人見過的 如果你真的要和一個人一起 首先你真的要撕掉這些類型 因為你和對方一起 那是真實的人 她不會在螢幕上一樣 那麼完美 她不會在螢幕上一樣 那麼帥 她也會有平凡 也會有真實的一面 有缺點 反差 你被人稱為甚麼男神 肌肉啊 大隻啊 懶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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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